随后明镇小组也来到了受风箱的风里村五卫屋 而对于五卫屋投入 在乡村看见孩子的不足给予协助和照顾 在12年的投入下 看见了孩子的成长 甚至能够让孩子出国学习 也让考察小组是给予高度的赞赏 五卫屋在2008年租下丰田车站旁边的日式仓库建筑 作为推动社区青少年与儿童照顾与学习的基地 经过十年社区各方力量的共同串联与发展 协力服务丰田地区两间国小 一间中学的学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平常孩子是六日的时候 来来这里帮忙做小老板 他们还是老板 微屋的老板 那他怎么进行 就是说他们负责看店然后结账 还包含销售 包含整理 包含人家捐了个顺库打开来 然后看里面的品项 然后把它分类 然后上架 标价 都是他们要做的 我们也会在生活中寻找他可以学习的地方 学习的方向 包含说我们社社群有12个据点 就是可以让他们学习说如何经营 如何整理 那或者是甚至是生活化的学习 包含说我们鹿神花田应该要怎么管理 我们要怎么採收 甚至怎么销售 对都是会让他们学习的地方 而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之后 五味屋目前已经有12个据点 并且发展出五味屋在营业日 会为孩子们与工作人员供应午餐 同时也是鼓励许多小朋友能够将家里面 没有使用或者是不需要的玩具 捐赠出来给五味屋 让孩子学习付出相对的劳力 才能够获得等值的回馈点数 从过程中得到成长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 非常任何几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